欢迎来到宁子频道 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 玫瑰月季压芝的神奇 我是在7月8号 给龙沙宝石进行压芝 我们来看看 这些都是新长出来的芝条 又有花苞了 这些红色的嫩芽 就是新的一根芝条 树龙沙宝石是一季花 结果通过我的芽芝以后 它又长出了花苞 看看这些嫩芽和花苞 这真是亚芝的神奇 这些都是亚芝以后长出来的新芝条 而且这个龙沙宝石原来的体积已经增大了一倍 这些芝条已经长得很高了 我为了让它不缺水 让花苞开出来不会浇边 每天都给它浇水 看看这些嫩芽 长得非常的健康 茂盛 这就是为什么要压芝的道理 把它的营养全部供给到根部 重新长出枝条 现在看看 又过了两个星期以后 长出来的花苞开花了 不过它还是有这个问题 有胶边的现象 当然有些人告诉我说 胶边可能是缺水 我们再来看看 这是亚芝以后的西方大点 你看它又长出了很多的嫩芽 这些嫩芽将来就会是一个枝条 所以亚芝是非常有用的 促使新的枝条产生的方法 这是今年的一颗龙沙宝石 这个小苗在六月份 并没有开花 所以我给它进行了亚芝的处理 我原本以为它今年是不会再开花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它的枝条 这些都是新长出来的嫩芽 又是一根新枝条吧 这也是 红色的嫩芽 下面一根枝条 哇 很多的枝条了现在 好像有四枝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最壮的这枝条 长得非常的高 看看它 奇迹产生了 它居然有花苞了 我原以为它今年是不会开花的 很快它就会开花了 这就是亚芝的好处 亚芝初始新的枝条产生 还有一个结论是 说龙沙宝石是一年开一季花 这个说法不对 它在今年 它已经开出了两季花了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订阅我的频道 下次再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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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